大家好 这里是JS说频道 在开始之前希望支持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点一个赞 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们每期的更新影片了 那么我们开始吧 第十七章 刁蛮少女 正当他胡思乱想之际 轩元澈犀利冰冷的目光像刀子一样丢了过来 发什么愣 还不快过来 凤前醒过神来 看到轩元澈已经上了马车 急不情愿地应了声 哦 他走进马车 就要爬上去 脆衣女子拦在了他跟前 朝他头来急不友善的目光 居高临下地瞪着他 区区一个宫女 也敢上车哥哥的御驾 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你的位置在下面 小心伺候着 凤前这才想起来 自己还穿着宫女的服饰 难怪他会把自己当作宫女看待 算了 没必要和一个小丫头计较 反正他也不爱跟大冰山同乘一辆马车 简直是活受罪 姑娘说的是 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轩元澈如今有美人相伴 应该不需要他了吧 转身刚想溜走 轩元澈冰冷的声音就追了过来 上车 翠衣女子一呆 露出不敢置信 撒娇的口吻道 澈哥哥 为什么要让这个丑八怪上车 丑八怪 凤前真是无语了 姑娘 我和你无冤无仇的 至于这么损我吗 深吸一口气 刚想说些什么 就听到轩元澈冷冷地说道 如果你不想和他同城 可以下去 有那么一瞬间 凤前仿佛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轩元澈还真是一如既往的 不懂怜香惜玉啊 想着 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好巧不巧 被脆衣女子看见 本就憋了一肚子委屈的他 瞬间炸毛了 你敢取笑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可以取了你的狗命 哦 我信哪 凤前眨眨眼 从善如流 翠衣女子以为他怕了 下巴高傲的一扬 却听到凤前说道 我是人 只有人命 小姐要取狗命 随便找条狗便是 容易得很 翠衣女子一僵 气得满脸涨红 你说什么 轩原车厌恶地皱了皱眉 冷声喝道 通通给姑闭嘴 马车内的气温骤降了十几度 翠衣女子气呼呼地喘着 却也不敢再言语了 凤前一副没事的样子 随意选了个远离轩原车的位置坐下 马车徐徐前行 一路上 轩原车坐在马车正中央 闭目养神 他不说话 翠衣女子也不敢说话 只狠狠地瞪着凤前 仿佛要在他身上 瞪出两个洞来 他想不明白 彻哥哥为何对一个又黑又丑的宫女如此特别 彻哥哥的马车可是从来不轻易让人上来的 他若不是因为今天有特殊情况 他也是上不来的 本以为可以有机会和彻哥哥独处 不料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 还处处和他作对 真是气死他了 一道道怨念的目光射过来 凤前懒得理会他 注意力已被大街上的景观给吸引了过去 北燕国虽是郡国 但民风淳朴 百叶巨星 都城牧阳在轩原车的治理下 更是五股丰登 六处兴旺 大街上 人来人往 叫卖声 盘笑声 契乐声 说书声 歌舞声 声声入耳 一派繁华景象 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 但如此简单淳朴的生活 反倒令人向往 掀开帘子一角 凤前心奇张望着 不由露出从景的眼神 翠衣女子一直瞪着他 瞧见他一副香巴佬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嗤之以鼻 滴滴哼了声 没见事 没有理会他 凤前自言自语的由衷感叹 如果人人都能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 那么这世界将变成一个城无锅 国无界的大同世界 没有战争 没有侵略 路不时宜 那该多好啊 幼稚 这世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地方 翠衣女子不屑地嘲讽 闭目养神的轩原车眼皮 却是微微一动 凤前懒得和他争论 选择自动屏蔽和无视 一路再无话 第十八章 他被坑了 直到马车慢慢地停下 停在了一户豪门大宅的门前 门扁上面龙飞凤武写着两个珠七大字 幕府 这是什么地方 凤前努力搜索记忆 却毫无所获 二哥 翠衣女子忽然欢呼一声 提着裙摆下了车 透过掀开的车帘 凤前看到马车外站了一名年轻的男子 男子穿了一身淡绿色的长袍 身材修长飘逸 一头墨色的长发梳成一束 用绿色的丝带缠绕着垂直腰间 他的长相极为俊美秀气 一双澄澈的眸子看起来特别干净明朗 再加上淡雅如竹的气质 令人一看就会对他心生好感 对着轩辕撤那张冰块连久了 再看眼前的男子 凤前只觉得一下子从冬天快跃到了春天 如沐春风 赏心悦目 不由地盯着他多瞧了一眼 恰逢男子抬头望来 四目相对 他呆了一呆 或许是他瞧得太过肆无忌惮 对方竟羞涩地红了脸 仓皇地避开了他的视线 有趣 这世上竟还有如此害羞的男子 尖头突然被用力一撞 他闷哼一声 嗖嗖的冷气灌入衣领 轩辕撤不知何时来到他的身旁 冷冷丢下一句话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凤前一愣 我怎么了 不就是多看了美男一眼 就许你在外面捏花惹草 不许我欣赏美男啊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说的就是你这种霸道蛮横之人 在心底吐槽一番 他起身 跟着下了马车 草民木青霄 拜见王上 原来他叫木青霄啊 不但气质好 名字也好听 就是样样都讨人喜欢 木青丸突然指着他 横眉冷目道 你这个丑八怪 谁许你一直看着我二哥的 刹那间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凤浅的身上 他摸摸鼻子 忍不住叫冤 他真的纯粹只是欣赏而已 他长得好看 欣赏一下不行吗 我又没看你 你急什么 你求我看 我还懒得看呢 你说什么 木青挽气得直跺脚 三妹 不得无礼 木青霄轻斥了一声 养颊却比刚才更红了 轩原彻转过脸来 冷冷盯着凤浅 开口说道 木太傅是姑的恩师 如果你能将它治好 先前的事 姑寄网不救 如果不能 最佳一等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 他向木青霄点了点头 他就交给你了 姑还有公务要处理 改日再来拜访恩师 木青霄立刻回礼 不劳往上费心了 奉钱愣了半天 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 轩原彻带他来这里 是来给人治病的 可是 他的百草叶只有两瓶 先前为了救叶尔 已经全部用完了 现在让他拿什么来救人 这不是在坑他吗 喂 等一下 我不行的 我手里已经没有药了 轩原彻根本不理会他 直接坐上了马车 清冷的声音 透过车帘传出来 这是你的事 如果完成不了任务 后果自负 说完 马车动了 从奉钱的眼前慢慢驶远 轩原彻 我真的不行的 你换个惩罚吧 奉钱正要追上去 手臂被沐青丸扯住了 对着他言辞利涩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直呼王上的名讳 你不想活了 你给我闪开 奉钱用力挣脱沐青丸的手 刚上前两步 又被沐青萧拦下了 姑娘 既然王上如此安排 定然有他的道理 既来之则安之吧 奉钱一脸苦笑 他是真的不会治病啊 虽然在神医师兄的教导下 他懂点医学基础 但也仅仅只能处理简单的外伤而已 碰到复杂的病情 他是真的没辙了呀 ới这种地方 但我必须说 你不必的 老实的二竹